约伯记第三十三章 可是,约伯啊,请听我的言语,留心听我的一切话 我现在开口,用舌头发言 我的话表明我心中的正直 我所知道的,我的嘴唇就诚诚实实地说出来 沈的灵创造了我,潜能者的气使我存活 你若能够办得到,就回答我 用话语攻击我,表明立场,当面攻击我 在神面前,我与你一样,也是用土捏造的 我的威严必不惊吓你 我的压力也不加重在你身上 你所说的,我已经听见了 也听到你言语的声音说 我是洁净的,毫无过犯 我是清白的,没有罪孽 神找机会攻击我,把我当作仇敌 他把我的两脚上了木狗,又检查我一切所行的 我要告诉你,你这话错了 因为神比世人大 你为什么对神争辩说 无论世人的什么话,他都不回答呢? 原来神用这个方法或那个方法说了 只是世人没有留意 世人都在床上打顿 沉睡临到他们的时候 神用异梦与夜间的异象告诉他们 他坚定他们所得的训会 好叫人离开自己的恶行 又叫人与骄傲隔绝 拦阻人的性命不下在坑里 又阻止他的生命不死在刀下 人在床上被痛苦惩治 他的骨头不住地痛苦挣扎 以致他的生命厌恶食物 他的胃口也厌恶美食 他的肌肉消瘦 以致看不见 以前看不见的骨头 现在都涂出来 他的性命接近深坑 他的生命靠近灭命的天使 在一千位天使之中 若有一位做人的中宝 只是人当行的事 恩待他说 救赎他 面下深坑 我已经得到了暑假 他的肌肉就比孩童的更嫩 他更恢复满有青春活力的日子 他向神祈求 神就喜悦他 他也欢呼着朝见神的面 仍又恢复自己的意 他在人面前歌唱说 我犯了罪 颠倒是非 但我没有受到应得的报应 他救赎我的性命 缅入深坑 我的生命 必得见光明 神总是三番四次 向人行这一切事 要把人的性命 从深坑里救回来 好使活人之光光照他 约伯啊 你当留心听我 当默不作声 我要说话 你若有话说 就请回答我 你只管说吧 因为我愿意以你为意 你若没有话说 就要听我说 你当默不作声 我就把智慧教导你 我愿意以为